- 潘少聰 恐怖在戰的 《BP》又是這間了嗎 是呀 哇……我們前兩星期 有個導遊上來 又是説這間很厲害 真的 feat 超豐 而且他人日那個房林大吉 原來他已經出名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出名 但他立刻幫我做事 其實我們進到酒店的時候 他就很傳統的 有敲門、看看有沒有聖經 一進房間什麼都不做 就先打開櫃桶 他就走去開了那個梳莊桌的櫃桶 他說見到有三本東西 一本是聖經一本是佛經 很正常 不是的,我沒有叫佛經 我猜,因為我沒有看過 他總之有一本是黑色的 一本是白色的 另一本是橙色的 類似,因為太入九歷史 他就說有三本,不如轉房間 好像不是那麼好 我還跟他說 你做過虧心事嗎? 有沒有? 沒有,不要我照著,不要轉 還未夠四點 然後我就睡覺 大家都電話沒什麼電 那時候不流行充電 我說不如關電話去吧 臨到香港再打電話 知而此類,留在電 是一起關的 一起放在梳莊桌上 快沒事了,那就睡覺了 那時候應該是兩點多 出一會兒,多吃兩滴煙 睡覺了 我就說肯定是A小姐 不用說了 是打電話來插爆我們 不用說了 是充充事發 我介紹過朋友你認識 你居然跟他去旅遊 你也不找他 我預算是這樣的 當然不管了 一定是老鳳也不聽 然後不聽了 就繼續睡覺 接著 我問有沒有真的那麼狼 不斷打電話來 但我回想 沒理由 你的電話響到這麼大 一定會停 你震機 我還記得我們的電話沒有電 誰震了這麼久 但這位新朋友 其實我不是認識了很久 一個月 只認識了一個月 因為我跟他不熟 我第一個心想 是不是有些特殊癖好 因為一個女性 你要去旅行 要跟一個女伴侶去 那關過手機什麼事 怎會想到特殊癖好 我想他會玩震彈 你明白嗎 你那一輩子 我正在睡覺 你明白嗎 神經病 我個人比較直接 不好意思 想想想 我真的比較 我沒見過這件事 我聽過這件事 我不是純潔 只不過我覺得 我實在是這件事 我也不會用電話震彈大腦 你先聽完 我以為不是電話響 我想問 你不是純潔 是焦的 就可能可以 不是 我們是P字頭 絕了阻力 焦就可以有這個功能 好吧 算了 我真的可以想想 因為他醒了 我想想想 應該沒有聲音 但不是 電話的震彈真的像 放在桌子上 震到桌子上的聲音 我說 沒有理由的 震五分鐘 怎麼按我用這麼久的電話 都不會有這樣的功能 可以震到五分鐘 當然是 八兩掛了 當然是 想撞 你知道 你一個Trimbag 中間有個Backside Table 那個Backside Table 那個角 總之你一個人躺下去 枕頭的角 就一定會遮蓋你 是 我是平睡的 我便把人 慢慢慢慢 很慢動作 逐格地 移回去 正 你移回去正 這樣看 你個人 那些叫什麼 蛇雷眼 這樣看一看 但剛才我遮蓋了 我看不到 再轉 再轉 再轉多兩項 再看 做人呢 結果 是 很明顯 結果 我便看到一雙腳 因為我見到那個時候 其實我個人已經醒了 一定不會眼花 身形其實都像我朋友那些 很典型 八松磅 兩吋高的那些 不是肥的那些 還真 這次做不足正 但因為他遮蓋了 又要在我身軀 慢慢移落少少少 游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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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穿衣服 是一個赤裸的女人 你真的懷疑那部機器 就是她拿來震 因為已經是赤裸 我第一個念頭 就是想她拿一部電話 玩得這麼開心 那些特殊癖號 真的不彈起來 笑爆你 真的搞不定這件事 但是 因為人醒了 再想下去 就會覺得 那部機器 是不可能可以持續十分鐘 不停在那裡震 那我就會裝 再裝下去 再裝下去 就看到一個很長頭髮的女生 是長頭髮的 但是 我朋友本身是長頭髮的 你還以為是她嗎 不是 因為 我真的想 其實 她是臨上機之前 因為我坐下午機 她上機之前 她走去剪了一把頭髮 她應該是短頭髮 是很短的 但那個女生是長頭髮 如果我的朋友沒有剪頭髮 跟她的造型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看下去 我肯定不是她 是甚麼樣子 是泰國人 女性 年紀大約二十至二十五歲 很年輕 那個女生很年輕 那你已經看見了整個樣子 整個身體了 整個身體 那她有沒有看見你 有 她是斜斜的 眼睛吊起 不知道怎麼說 整個身體 整個身體很得緒 然後對著我笑 那她的電話 是拿來做甚麼 原來她的電話 一直都在床台上 即是不關你兩個電話事 不關我們兩個 她想吵醒她 那個震音是哪裡發出聲音 不知道 原來沒有這個聲音 其實是有這個聲音 但我們的電話是關掉的 都依然在那裡 電話是原風不動在桌面 是 那我就是給她震聲 她震聲了 OK 那她對著我笑一笑 那她是有善的 是 她是有善的 是 那她戴過人是好客的 是嗎 那我便殺人家 殺人家買 馬上去 馬上去 好像很慢動作 那樣 就慢慢逐格 逐格 將臉面向上窗 睡 你又睡得著 睡不著 我睡了 我閉上眼睛 天亮 快點天亮 那那個聲音還有沒有震呢 停了 停了 其實由我轉身 真的轉身後 我動的人動之後 就已經沒有震 但始終都是八卦 那好吧 看著 你酒店關上的臉 始終有一條縫 有光 尾尾的眼睛就看著那條縫 有光嗎 天亮 太早了 天亮 六點鐘就乾淨 真的乾淨 六點鐘 鬆一點 第一時間 現在把很厚的臉拉開 再轉身後 那一刻真的嚇到我了 還在嗎 我的朋友突然坐在那裡 他做甚麼 他坐在那裡看著我 跟我說早晨 你明白嗎 最嚇人那一刻 他沒有化妝 他知道昨晚發生過的事情嗎 不知道 他就問我 他看了我早晨 你心想這麼大動作 他都明白 他都很了解我 我知道 你想笑我沒有化妝 沒有畫眉 也知道 也知道 也不是 說這些事情 昨晚睡得好嗎 非常好 睡到大天亮 我跟著還可以跟他說 我都覺得自己眼花 其實已經不是眼花了 我都知道 問他 你喜歡不穿衣睡覺嗎 你喜歡裸睡嗎 我說你很響 我不用穿到整副套裝這樣睡 我怕嚇到你 他說當然不是 我一向都穿衣睡覺 你後來怎知道這間猛鬼酒店 回來檢查 這個才有趣 我跟朋友說 爸爸生我給15分鐘 你馬上去洗澡 洗臉 換衣服去吃早餐 不用這麼早 現在7時 爸爸生吃早餐 他覺得 再說什麼都好 我都叫他 一聲 我現在馬上去換衣服 你馬上去洗澡 我說我去吃早餐 才跟他說 我去跟他說 他跟我說 不是呀 我昨天真的睡得很舒服 我說我們去Fundex 跟酒店那個女生說 我說我要換房 為何你要換房 我跟他說 他說 你應該知道那間房 是不應該住人 那我就問那個女生 我說 我們多了一個人在裡面住 我當然是說人 多了一個人在裡面住 他說不是 你們兩個人 我說就是多了一個人 我說你明不明白 那你住哪間房 然後再說 聽聽 然後他加入了經理來 跟經理說 那經理問我 什麼事啊 他又說 又說 那經理一望 那經理一望 那間 15分鐘後 賀威會上來幫你轉行李 你可以上去收拾 嗯 蛤 沒有了 看完了 是啊 不好意思 每晚恐怖在戰的重溫 在YouTube看到的 只是幾分鐘的片段 如果你想看多些說話 有一小時的免費 沒錯 現在可以逢星期一至五晚 十一點半鐘 到Facebook專頁Hotbase這裡 只要like了我們 也可以在裡面 看到一小時免費的節目 如果想看完全部 一個半小時 很簡單 只要你參加月費計劃就可以了 聲音25元 看完視像就35元 還有 如果你現在想用手機的APP 無論iOS 或者Android的手機 只要下載 BigBig Air這個APP的說話 更加可以用手機APP 去看完我們 一個半小時的恐怖在線 不用想了 立即下載 立即付款 明星期間